哈喽,可爱鞋短妹来啦 我现在是一名美团外卖派送员 专门符合这边区域的外卖拍戏 为了属下能开开心心的吃货玩了 我一定要多挣点钱 你好,我是外卖骑手小远妹 请问现在有订单需要派送吗? 恭喜你成为骑手 在电脑输入功耗就可以领取订单了 好嘞,开始工作了 点击电脑输入信息 成功领取到今天第一份任务 这是一份送了迷你市场4号上公的订单 出发,GoGo 滴滴滴 哇,前面的人你过马路不看车的牙 差点就让上了 哼,小把妹是你啊 你也来送外卖啦 哎呦,吓死我了 表情你这气氛怎么干涉的 白马献起来里让行人弄不动 小把妹,明明就是你挡我路 不说了,我的订单就要超时了 再会一秒钟,我的阅读冠军就没有了 哇哇,话还没说完呢 可恶,臭表情也不过我也没有伤了我就走人 糟了,我的订单还有三十万超时 耶耶耶,赶紧送过去 终于到了,还好没超时 你好,这是你的外卖 怎么这么我,要是迟到我就点超频了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一定跑快点 可恶,不关手缘解证了我就跑掉 我不是交通规则 这样的洗手我不会等冠军 我要把冠军抢过来 奇怪,冠军这么快就送了三单 收到了两个好评啊 表情你是怎么做的呀 哼,小表面真傻 像你这样逃腿送外卖肯定没有我起电驴跑得快啦 而且我还有二的妈专制装备 你是比不散我的 可恶,原来表情有小电驴 一手油门就少挑我十条捡 这速度想直到不难 我也要送一轮地平车 还要我一百块零化鞋 送舍足够了 我也总不如把能源全都捡完 一口气接两个 肯定很快就能超过缘解 到了到了 这份停单是居民楼一斗三号房 你好,每天这送 刚下的没多久就送到了 给你好评 等等,我要给你的订单要超时 多了我没有按时间顺序分配订单 导致超时收到了差评 还扣了我一块钱提成 哼哼,小表面其他收到了差评 你等着交罚款吧 咋款? 我购买还要购买工资 我的天,收到一个差评 购买50块工钱 好贵啊 大货买买车手势但是太难 不行,我也要学表姐 投资一套专业的送外面装备 小黄帽小黄背包 还有随时随地做了鸡蛋的iPad 耍得投资才能有大回报 有了,还怕不但鸡蛋方便还能导航 装业的装备在身上 怕送出富裕的快兜了 你好,每档转送 记得给个好评哦 不错,给你好评 谢谢老板 嘿嘿,有了好评 该回够游戏了 去下一单 奇怪,小宝贝派送的订单 怎么这么快就超过我了 可恶 绝对不能够把到手的阅读冠军给让出去 买几个小二瓶给小表妹 已经有十个好评了 送完最后一单就回家 我怎么莫名其名一单的差评 我明明没有知道 差评是哪来的 哎呀呀,这小表妹又收到差评了 不像我 老师全订单好听 没有一单又投诉的 小表妹,学着点 又百块一百块 一两天都白干了 可是我怎么能想不明白 这些差评是哪来的 你们有谁知道吗 你告诉我 可恨 你那怎么能评吗 你没想到 我想到